第一军情作者,老哥有一句歌词说,不是不明白,世界变化快,但中国人民通过数代人的辛勤劳动,终于摆脱了贫困落后步入小康社会, 至今会成为实现伟大民众复兴,而奋斗之际,一些有道人士对于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成果开始感到莫名惊诧了,甚至,不惜颠倒黑白的攻击抹黑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身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美国有关领导人对中国的放学词, 他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讲中,拼凑了一大堆不同捉影,混淆是非的例子,对中国指控,从历史到现实,从军事到人权,从贸易战到干涉美国内政, 全方位对中国开火,揭露中国的所谓野心,他甚至对中国喊话,美国不会被吓倒,美国更不会退缩。 对于那些根本挨不着天气的不实指责,中国立即表明了坚定的态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指出,美国领导人有关讲话,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宗族无端指责,诬蔑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 传说不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中方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美方把中美间的正常交流合作,说, 诚实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是极其荒谬的,中方立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我们也根本没有兴趣,去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任何对中国的奥义抵毁都是徒劳的。 事实上,令人感到荒谬的不仅在与美国有关领导人保固事实颠倒黑白的抹黑, 中国,还在与他缺少基本历史知识和逻辑常识的,对美国历史上,对华政策的自我表白和美颜。 美国有关领导人把历史上美国为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收成是帮助,把美国人从中国掠夺巨额财富中,拿出一点回口是说,成是最大的善意。 把中国人民数代人辛勤劳动,取得的成果,说成是美国成就了中国, 也怀之意,充满了对中国不懂对美国感恩对怨念, 完全顶倒了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导致帝国主义略强,可以更加便利和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财富, 加剧了中国半封建霸殖民地人民受苦受难的程度, 无视了美国出前枪,加剧中国内战造成的严重危害。 这一点,一代本人当年就曾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有过一针见血的分析, 只是让人没有想到,七十年之后,美国有关领导人的思维,还停留在当年的世界里。 美国有关领导人绝口不提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孤立和封锁政策, 绝口不提美国对中国内政的频频干涉,可在中国家门口展开的军事唯独遏制。 绝口不提中美多年的经贸交往,是美国人民一直享受着低特价水平的美丽人生。 也许,在美国有关领导人看来,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而在美国一些人的意识中, 美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顶级掠食者,就应该是刀足,别国只能做鱼肉, 别国的发展就意味着是闲日班生,就是对美国的威胁和挑战。 其实,这就是一切就职民主义,遗毒患者的强大逻辑。 中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成长,不仅让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 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各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切不复还, 也改变了他们中一些人在中国的老大帝国心态, 使他们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对中国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无法保持下去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 开始不断涌现,各种抹黑和泼散水的伎俩随之而来。 这就是美国有关领导人指责中国的心病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关领导人的言论,在西方国家并不是个案, 它只是那些渲染中国威胁论,污蔑抹黑中国的一个突出代表而已。 就在这几天,英国之名杂志《经济学员》刊登了一篇专题报道, 宣称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是为了分裂欧洲, 无端指责中国通过花钱收买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 让欧洲在对待中国的政策上无法形成统一。 威严总听的胡说中国的做法,会迷及欧洲的安全, 并且脑洞大的出奇地指出, 中国想把欧洲当作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先霸主的电脚石。 《经济学员》的这篇报道与美国有关领导人的言论可谓如出一辙, 英国和美国两个先后称霸世界的国家内部, 一些人的言行如此巧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那些抱着老大帝国执民主, 一一度的人,在骨子里从没有改变敌视中国发展的立场。 请问问欧欣赏,这一篇来自美国的演讲, 和一篇来自英国的报道, 完全可以作为教育中国人民的圣洞反面教材, 它不仅证明了一个道理, 也就是内心阴暗的人, 看谁都阴暗,内心肮脏的人, 看谁都肮脏, 而且也让中国人进一步认清了某些老大帝国的真面目, 看清那些敌视中国发展的旧殖民主义以老以上的丑恶嘴脸, 从而更加坚定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把的信念, 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事业中, 这,就是美国有关领导人演讲和经济学员报道, 唯一能够起到的作用, 除此之外, 他们只配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给后员留下一份谈词笑料, 声明, 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 被尊重原创, 转载请标明出处, 微信公众号转载, 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 敬请配合。